最主要就是因为旧式的折叠门传出意外 上个礼拜这名游客 那么他因为搭错了火车急着要下车 但是没有想到碰上了折叠门是怎么样都打不开 太着急的他呢 跑到了另外一个车门要下车 但是当时火车刚好开动了 结果造成这名旅客整个人摔得这个擦伤淤青 在今天上午台铁已经出面说明 表示在今年底之前将会换掉144辆的旧式车门 东方西车民众坐到台铁旧式列车 一碰上折叠车门总是得花上更多力气开车门 上周甚至有一名旅客打算从台中坐车到急急时 因为坐错车急着换车 却碰上旧式折叠车门 怎么开都开不开 让赶着下车的他跑到其他车门时 正巧碰到火车开动 摔着手脚擦伤还欲轻 就是想要下车吧 然后就是为急着想要开 然后人又多 很怕自己会被关上车 那个不防备 因为他总是还有一个七折 还为你要在一个退那一个 那如果说能够改成那种平面推拉的人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不熟悉就是折叠门开发 旅客遇上旧车时都会特别紧张 上下车时脚步匆匆忙忙 反而更容易发生意外 下车对下车车门我们一样在里面一样 它也是一样的表情 再往下压拉一下就开了 看看每一列就是火车还没到站前 着急的民众就先拉开车门 虽然台铁在2008年年底前 会将144辆折叠车门改成自动门 但到2011年间还有138辆火车得更换车门 为了民众上下车的安全 在就是火车全都改成自动门前 台铁只好派专人特别帮旅客开关门 真新闻正宗无听台北的老 还要带您看